五安你好 欢迎收看一言新邦 台股今天收涨一百五十五点 收在两万三千三百四十八点 成交量三千零四亿元 今天盘是如何分析 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品封大中华头顾 蔡丰盛老师 紫禁好 大家五安 第二位是郭代仪分析师 大家五安 大家好 排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蔡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紫禁各位 台湾股市今天 十月二十五号 这个礼拜五 涨了一百五十五点 坐收非常好 但是今天也是一个 这个光荣 而且意义非凡的日子 今天是台湾光复 第七十九周年 也是古宁头大节 胜利第七十五周年 一大早的时候 这个蔡老师 比较一些忘年之交 就互相的在传这些讯息 也把这些台湾光复的 以前的一个歌曲 我也听了 这个非常令人感动 当然这个可能对一些年轻人 比较没有所谓的一个影响 大家都想要去找这个周杰伦 对不对 去那边 好像要去买这个演唱会的票 其实真正的票 各位不用去买 好的歌曲自然会流传千古 各位是不是 来吧 先把蔡老师的一个祝福 放在你心里 我讲的一些东西 全部都验证了 来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一个家人 平安健康 我说过 台湾股市多空无常市 唯有产业选股见真章 各位 你要什么 基本上你的起心动念 要很健康 也要很清楚 蔡老师一直跟你讲 这个市场 有时候很多的一个诈数 有时候很多的一个什么 一个骗数 所以你要睁大你的眼睛 仔细的去看什么是你要的 之前一直在打压台湾股市的 就是摩根斯丹利大摩 从当初 这个10月初 一直打压的一个什么 一个信华 瑞玉 5269的一个详硕 一直打压到 这个所谓的一个什么 一个M31 各位有没有 还有这个群联跟南亚科 打压一大片 还说记忆体的一个寒冬将至 还记不记得 来 我刚刚我要出门之前 最新的消息出现了 我赶快用最快的速度 印给你看 来各位 南韩SK海力市第三季 撰爆 大摩先前喊寒冬将至 因为他也调降SK海力市 调降到卖出 然后获利大减 他马上认错回补 我一直跟你说过 外资其实最擅长的 就是影响他国的一个股市 因为美国华尔街 百年来都是这么干的 各位都是掠取他国的一个财富 不要跟我讲他们经济多强 台湾也是被他们掠夺的一份子 你看 他一开始就跟你讲一大堆 结果各位报表 营收会说话 SK海力市讲出来 他马上讲认错回补 承认看走眼 调高目标价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说过 为什么要跟你讲产业选股 有时候盘施的涨涨跌跌 有时候是诈数 如果人家买不够 他会故意放利空 让你的一个手上的一个持股卖出来 对不对 那如果说他想要卖股票 他会 他会报利多 然后报纸电视台一大堆讲 就像昨天一样 大家都跟你讲资安 只有蔡老师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昨天我们做什么动作 今天资安跌了一大票 我们都笑死了 各位为什么 昨天几乎没有什么族群墙 所有的财经电视台 都跟你讲资安 好好笑 我们也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哪像其他同业 在跟你去追高的 我是不是跟你讲 产业悬股就是守株待兔 所以得出结论 你来看看什么叫守株待兔 这是这礼拜二 10月22号 晚上6点54分 我跟你讲三方 你为什么一定要专心的 看蔡老师的节目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 你知道三方跟爱迪达 复古鞋有关系吗 你不知道 所以你看蔡老师这个节目 就是古代人家讲的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解除你的疑惑 各位对不对 传授你真正实用一辈子的道理 叫你做个好人 买股票买个好股票 讲要讲好话 各位是不是 这看起来好像是法古山的一个 怎么一个 好像是新云法师讲的话 反正都一样 佛教就是与人为善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礼拜二晚上我跟你讲三方 有没有 爱迪达鞋 复古鞋 百合三方 志强 跟来意KY 有没有 爱迪达复古鞋 超夯 三方今年获利看望 那时候的三方小涨 0.3 42.85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我跟你讲完整的内容 没有一个老师能够这样 当然也没有一个老师 能够像蔡老师 这么的一个心情 一天到晚都帮你找好的股票 给你做推荐 而且持续在这个场合 这是最大的媒体 全世界都收看得到 不是只是跟你 集小巷在跟你用网络 或者广播电台 那些小平台 各位对不对 一次看都三四十万 投资人在看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什么 有领导权威的一个节目 是不是 你来看看 今天的三方 拉涨停 1307的一个三方 有领导权停 46.45 礼拜二跟你讲 也许你半信半疑 也许你 非常的一个认同 今天证明 蔡老师讲的所言不假 你看看 什么是好股票 什么是 你看 46.45 对 40亿 各位是不是 你说老师 这个股本 比较小 没有关系 我一定能满足你的需求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理由 除非你一天到晚 都只想要在ETF 那一些假象里面 去发财 现阶段套牢的一缸子 我们的证券 划波存款余额 创新低 然后中央银行 不敢讲实话 上兆的资金 都套牢在ETF 你觉得要怎么解套 不是美债就是入股的ETF 你再去玩ETF 真的赔死你 真的赔死你 各位 你看看3231的一个伪创 来各位 这是昨天 我跟你讲 昨天伪创拉微 但是你不要搞错 那是买一点 为什么 因为它的一个子公司 全景软体 昨天上柜第二天 大涨了40% 收到156 历史新高 我昨天真的是这样跟你讲的 对不对 你看看今天 老师 今天全景软体 最高152.5 没过昨天高 昨天涨40% 今天还要过高 那全市场都不用买 都去买它就好了 各位 是不是创高之后会震荡一下 合理吧 是吧 但是我昨天跟你讲的伪创 3231的伪创 怎么这么强 对 涨了6% 伪创今天 3231请导播打出来 是不是收116 我刚刚稍微的描一下 没有收115 那也不错 跟我刚刚印的一样 最高116 收115 对不对 是吧 一样是波段新高 有没有 3231的一个伪创 这些都是天天跟你讲的一个个股 你来看看 这些老AI的个股 一涨起来 第四季 你跟我讲说没有股票 你搞错了吧 这是送你钱吧 外资也买 投信也买 自营商也买 3231的伪创 来伪创 双针 有没有 你再来看看广达 广达也一样 从国庆日之前10月9号271起涨 这一波涨到礼拜几 涨到礼拜二 10月22涨到322 波段涨幅超过50块 271涨到322 对不对 对啊 51块 对不对 51块 那你看哦 昨天也一样 做一个拉回 我也告诉你这是买点 你看今天马上就转强 最高312.5广达 是不是 营收新高 所以这一次涨了50几块波段新高 各位 这不是送你钱 什么是送你钱 你再来看看外资有没有买 投信有没有买 自营商有没有买 融资是不是大减 最棒的一个什么 筹码加购 不长转广达行吗 来 连续两个月营收新高了 好来 广达 礼拜一赛老师也跟你介绍过 自己去看 好不好 这不用说了 来各位 来 NVIDIA NVIDIA 在今天 早上 维持平盘附近 还是收在140块 144是他历史新高 就是两天前 今天晚上会不会创历史新高 拭目以待 好不好 反正我刚刚跟你讲 为什么SK海利是会逼迫大谋 去认错 因为他拿真正的营收 来说服 来说你这个外资法人 真的胡说八道 乱七八糟 什么记忆体寒冬将至 各位 AI股也一样 AI股靠的是实力 不是在靠你拆低点跟高点 全部的东西再烂的全部都年增 9月份金像电虽然月减6% 一样是年增16.78 我们有时候不会看月增减 我们会看年 全部都年增 你说AI族群 不是整个大的一个喷出架构吗 你再来看看 传产股因为等一下马上消息就出来了 SCF 这个上海集装箱指数 长龙海运 蔡老师礼拜一的时候 也是200块以下跟你讲 对不对 你看看我跟你讲 因为这个都即将公布第三季季报 789 对不对 然后你看一直来到209 今天最高也是平高点 对不对 2603 波段新高营收双增 那你看这里 他一样是外资近期连续买8天 投信自营商 融资低档 所以你看看蔡老师当初跟你讲什么 欧陷集运的一个指数 今天早上也涨了3% 他已经反弹超过8成 那关键是这个 等一下SCFI 他上礼拜只跌0.02 维持平盘 只跌再旺 一旦确定反转上去 下礼拜就喷出 为什么 因为外资已经连续10天买了 原先礼拜一跟你讲连续6天 基本上他再连续买4天 加起来6加40天 25000多张 而且他什么 第三季的季报 季增43% 年增1倍 上半年赚21块 去年一整年才赚16块 这些个股各位 绝对不是巷子里面的一个小股票 你要多少买多少 一次通通可以满足你的一个需求 你再来看看这些PCB二线的 蔡老师给你抓的是8021的坚点 今天41块4 来坚点 41块4波段新高 有没有 我跟你讲的时候36块5 10月16号 证据都在这里 各位有没有 是不是PCB专针头的一个族群 尖点高桥凯威 就尖点 所以得出结论 财业选股是不是股市中的硬道理 我相信你跟蔡老师已经想到一块 因为这才是投资品有最要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对ETF感兴趣 我希望你把你的错误观念改过来 那跟期货一样都是在赌博 跟技术面一样完全没有根据 你一天到晚想半天 各位你难道没有想过那是有限的筹码吗 只要庄家够实力全部可以吃掉你 管你是有几亿的一个资金 你全部被人家吃的莫名其妙 谁说一定要正向思考 有时候筹码有限的一个赌局里面 人家一样可以逆转乾坤 等你全部卖掉之后 赔大钱之后 再给你逆转 有没有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讲 赶快回到正途来吧 蔡老师带领你布局未来股价会创新高的个股 这就值得你赚了 是不是 蔡老师的节目每天 不辞辛劳 也都是在研究好的股票 要帮助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什么学员朋友赚大钱 所以还没加入赖生活圈的很简单 品封大中华 值得你信赖 蔡老师刚刚的一个什么 节目一开始旁边有打里程碑 自己去看 全投信投顾 只有蔡老师这么做 我相信未来你会更肯定我 所以战胜恐惧的第一步 希望你跨出来 把电话拨通 剩下来的就是枪在手 跟着蔡丰盛老师走准没错 我们先把节目时间交还给子晶 好 谢谢丰盛老师 广告回来继续请蔡老师帮大家分析 欢迎回到一言心邦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子晶来 时间有限我们来赶一下进度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而且我们一同在见证历史 你说股市盘不好吗 各位你搞错了 这个礼拜的一个高点 跟7月11号的一个历史新高 差703点 其实实话说一句 台积电涨两天 我们指数就创历史新高了 但是台积电涨那两天 你的个股不一定会涨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说过 其实 垃圾就不投机 那投机的话就不能垃圾 看你喜欢什么 当然有的老派的投资朋友 想说这高级风险这么多 不然我来买台积电就好了 因为蔡老师每天在说台积电 这没问题 但是你要买台积电 你就要忍住其他个股飙涨的一个什么 诱惑 所以本来选A你就不能得到B 那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台积电的话 我也告诉你 我这里也有中小型股票能够满足你 就是这样而已 那台积电近期 各位利多有没有出境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一直觉得 我们不会在台积电大好的时候 去买台积电 这是我的原则 你看看今天早上的一个台积电 跌了1.46 ADR没有涨 那现货怎么会涨 所以你看今天才涨5块 那上面又没去 那你看这个华为晶片门的事 美国国会要求台积电解释 其实不对 是要求美国商务部 跟台积电解释 不要把台积电推到 风口浪尖上 美国商务部也要解释 是你自己管制中国的晶片 各位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你看台积电 现阶段做整理 各位消化一些利空 也是好事 让其他的个股去创新高 走强 对不对 也是功德一见 那因为台积电 我一直跟你讲 你在它大跌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想它好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你就敢买 因为台积电11年 也是会打到跌停的一次 对不对 就像8月5号 全市场人都不要 才会打到跌停 只有蔡老师说我要 多多益善 台积电 全市场真的只有我敢这么讲 而且我还在受邀的一个节目上 就直接跟你讲 这你该给的 没有人像蔡老师这样解盘的 你看一大票的人都跟你解释ETF 多好赚多好赚 每天可以赚2 30% 怎么我现阶段听到的都赔7 80%还更多 惨不可言 太惨了 那些玩美债的玩入股的 莫名其妙输一大票 所以各位 买ETF你干脆买台积电零股 我其他不多说 真的其他不多说 没意义 蔡老师每天研究这么一些好股票 你自己都不利用一天到晚在ETF 结果套牢了市场上上造的资金 瑞宇6176的瑞宇 凭概股 对不对 我也跟你讲 刘玉他第三季季报 我们都研究好了 来看这里 第三季营收季增18.5年 增24 今年上半年赚8块 去年才赚11块 外资连六天买5247张 其他你自己去看 这才是研究 是不是 3036的一个文业 也营收双增 第三季营收 注意看 它是历史单季新高 第三季营收 季增7.2年增56% 是单季新高 有没有 今年上半年3.28 去年赚4.24 你自己看 马贝尔的一个什么 领先指标就是文业 他是马贝尔的一个最大代理伙伴 马贝尔明年1月1号要涨价 他不收费谁收费 你其他车用的来各位 来3526的一个反甲 今天收盘价 新高 历史新高 290 我跟你讲的时候 233 9月4号反甲 对不对 9月4号 6点54分 反甲 今天快要供300块了 车用电子 各位有没有 电影头控反甲 一粒电跟剑核心 加币期 连接器的加币期 更不用说了 今天飙到193 之前来到204 又来到波段新高 那你留意 其实这些东西 你看蔡老师当初 2月29号 4年才一次 2月29号 拜执 我跟你讲 加币期不到100块 今天又来到193 之前来到204 我问各位 好股票 其实可以陪伴你 一整年赚很多趟 你不知道要赚几趟的 蔡老师可以帮你忙 我教你低买高卖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说过 同志朋友 真的听蔡老师一句话 产业选股的真正的意义 就是教你守株待兔 你的心脏可以休息一下 不要每天 低卖高买 低卖高买 第三天你就没钱了 好不好 好喝的 挑好的股票 低点的时候 赶快收购 然后等他喷出利多大涨 我们再道给那些盘中喊尽的人 真的是如此 所以各位 投资人的一个多宝格 蔡老师都准备好了 下礼拜会涨的 我也都帮你挑好了 就等着帮助你 请你 站出 获利的第一步 电话拨通 枪在手 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为什么 因为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 期待能够尽数的 为你反败为胜 我们将时间交还给子晶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还有所推荐分析师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胜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